美国福布斯引用中国公开论文 表示中国开始研制高超音速风群无人攻击机 那么这个消息意味着中国取得了哪些突破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美国人还是挺注意收集信息的 你看中国刚刚公开的论文 福布斯就马上进行了报道 高超音速武器呢 目前确实是各国争相研制的明星武器 中国东风17一亮相 各个国家又更着急了 英国 俄罗斯 印度都在搞自己的型号 美国不用说了 其实美国那边一直也没有闲着 目前美国各军种的高超音速武器方案 基本都是确定的 而且在紧锣密鼓推进 他们跟网文不一样在哪呢 就是他现在技术虽然没有成熟到服役吧 但是他如果一旦服役 他可能是多军种多型号同时服役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项目来看 真的是各个军种都有自己的独立型号 并且有些个通用型号 当然了 美国的这方面没有闲着 中国也不会因为有了东风17以后就满足 我们以前也说过了 东风17好不好 肯定算是比较好的 很骄傲的这种武器 但是东风17对中国来讲 就是一种过渡性的应急性的产品 在中国来看 这绝对不是什么最好的东西 只能说是能用了 我们的胃口 我们标准还是蛮高的 就是因为急着用 所以我们才暂时不考虑了小型化问题 而这个小型化问题肯定是能解决 也必须要解决的 所以我们看到新闻报道 就是这个论文上已经公布了 高超音速风群 这几个字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我们在小型化上已经做到 可以实现 可以没问题了 否则没法叫风群 因为风群这个无人机 每一架无人机都不可能太大 必须比较小 你不能让一架群东风17一起发射一起飞吧 那就不叫风群了 成乌鸦群了 哪那么大的马峰啊 对不对 所以一般来讲 风群无人机 往往是通过一些个容器 集中洒步 或者是用车载发射 集中发射 在空中分开 进行编组作战 就有点类似 我们看到这个庆典活动里边 一堆大疆的空中组织 或者海面上一堆无人艇 各种编队 就那个架势 发射方式呢 就不会像是过去那样 一堆这个导弹发射车 另外呢 如果说实现了小型化 实现了风群 还能够实现高超音速 那么说明另外一点 发动机跟以前 肯定也不一样 如果呢 我们还是 所谓的风群 是一群小型的弹道导弹一样 一枚每往上打 那个形成风群配合 也不容易 因为很难实现编队了 中国现在说到了风群 肯定是指 发动机起飞方式 跟过去都不同 中国前一段时间 公布过新的发动机 就是一个机外亚音速 机内超然的 这么一个发动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现在不需要 外边的助推火箭了 直接靠自身发动机 就可以把飞行器 从亚音速状态 直接实现 发动机里边的 超音速燃烧 然后超音速燃烧 产生的巨大推力 再把飞机从亚音速 直接带到高超音速 别的飞机不是啊 别的飞机 你飞超音速的时候 燃烧室里边 还是亚音速燃烧呢 这样保证着飞机 燃烧稳定啊 这个新发动机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直接 可以实现高超了 就我不用那个火箭发动机 在外边给你推一把了 所以在发射上 又可以解决了大问题 解决了小型化问题 甚至是解决了一个 不要场地的问题 我的空中一洒布 可能每洒下的一个小无人机 瞬间就可以实现高超 那么说到了高超音速 风群就一定是指 在高超音速飞行条件下 弹间的数据链 已经形成了 并且可以形成什么呢 弹之间的配合 任务分配 目标识别 否则的话 弹跟弹一起飞 要是没有配合 那跟火箭炮有什么区别 就不叫风群了 而且风群一旦形成 它的攻击密度 灵活性 但是防御方无法拦截的 至少目前来看 我还没听说过 有哪个国家 能够有能力 去拦截一个很大的 风群无人机 很多国家其实也在搞研制 都在玩自己的风群无人机 但是那么多国家玩的项目 我看了看 基本玩的都不是 高超音速风群无人机 我们搞的就是 所以就这么短短 一则消息几句话 我们就可以至少分析出来 在发动机方面 在小型化方面 在弹尖数据链和人工智能 这几个方面 都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现代军事革命 发展更新速度 真是越来越快 对很多国家来讲 那是一步跟不上 步步跟不上 很可能你今天跟不上 明天就差更多 过段几年 两年三年十年 你可能在这个领域被淘汰掉了 目前在这个领域 还能够一较高下的 只有中美两家 美国提前走了一步 但是指标给自个定的过高 导致它的装备服役 反而比中国又落后了一排 中国这边 起点并不是很高 但是做得很务实 慢慢的就超越了 实际上我们的装备 是先服役了 看来 美国以后也要逐渐适应 就是越来越多的领域 就不可能是永远美国第一 好 关于中国的高潮因素 无人风群攻击机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说